你現在在跟我們錄影 沒關係 我們本來就有錄影 你不可以再逼近我 請你遠離我 你如果在錄影的話 我就已經 你已經危害我的權利了 我也害你了 兩名援警逼近黃姓男子 要他停止拍攝 並且刪除影片 那你們不要靠近我 你手機放下來 先離我援警 先遠離我 放開我的手 援警大動員搶下手機 上前壓制 男子極力掙扎 被上靠管束 被家人帶回後全身都是傷 指控警方執法不當 當時是用腳 直接將我這樣踩住 上個月二十號 黃姓男子因為勞資糾紛 到勞工局申訴 意外撿到錄影筆 指控勞工局妨害秘密 但不瞞警方 將錄一柄歸還 證物被當遺失物 當場暴衝突被壓制 他氣得搜證 卻被員警包圍逼到角落 一群人 然後那名男員警 又一直往我這裡靠近 後來他們就把我逼到角落去 所以是他們靠近我先 他就請去報復 並且有入衰公共品件 及現場物品的一個情形 不瞞警方把政務歸還 拍攝警局內部 還被壓制 搶下手機刪除影片 黃姓男子驗傷提告警方傷害 也更讓人質疑 就算是警局內部 自己拍攝自保 卻被壓制受傷 人民保姆的做法 是不是真的過頭了 解高雄 綜合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